今次游行是近期人数最多 最壮观的一次 由天国乐团打头阵 配合真相莲花队 练功风阵等 还有各式各样反迫害的横幅 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聚行 法办江泽民 在香港看到大陆看不到的一幕 不少大陆游客纷纷用手机 相机拍摄画面 震撼 震撼 为什么其实是震撼呢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啊 就是震撼了 觉得挺好 因为这个香港这个地方 刚刚女朋友跟我讲 这个言论自由 我觉得挺好 因为在大陆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这种那个 只要是那种民主 是我们需要有的 言论自由肯定是 是大家都希望的 对 那你支持不支持法轮功学员 停止迫害啊 停止迫害他们 咬出信仰的自由 如果他们一直就是 宣扬的是好的方面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应该去制止他们 澳洲游客陈先生 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等暴行 如果是真的 当然是很残忍 不应该是这样的 正常的人 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还说 佩服法轮功学员 反迫害的精神 这个精神是蛮令人敬佩的 他们一直倡导真善忍精神 你觉得在今天这个中国社会 道德不断相反的时候 这个真善忍精神 对人内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当然你每个人 能做到这三个字的话 那世界就和平了 大纪元记者梁珍 在新港报道 好